今天从嘉义到云林斗六之间 有多处铁轨的积水不退 造成了高雄到彰化的对号列车双向停驶 区间车也受到了限制 至少有三万乘客受到影响 一直到傍晚彰化到嘉义的对号列车才恢复行驶 望远望去铁轨淹没水中 火车头只能停着无法动弹 淹水几乎到月台一半高度 云林斗六站铁轨泡水 列车全部无法进站 不知情的民众冒雨前来 却扑空搭不到车 水淹铁轨 台铁七部干线大乱 直到上午两点 除了阿里山森林铁路 受到游乐区休緣影响 全线停驶 海线部分恢复通行道彰化站 区间列车机动调度行驶 而高雄往返彰化的对号列车双向停驶 区间车也只能行驶到龙田站 开铁预估至少一百七十六列次 三万人是受到影响 我们中间有多个车站的鬼面 遭受那个水灾的影响 还有我们的路线 也遭到水灾的破坏 所以目前我们工程人员 正在全力的抢修当中 还有嘉义民雄交流道 水势宣洩不及积水过深 从二十九号上午九点起 封闭南北出口闸道 而随着雨势加大 石归西桥水位超过警戒 国道一号北上大陵交流道 以及南下云林系统交流道也封闭 直到上午两点积水退去 解除封闭 记得南部综合报道